美方他当然 我说他这个民意机关 跟行政机关当然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民意机关就是你的国会 还有他们要看老百姓 因为他们要选举 可是行政机关呢 他们比较懂行 懂行的意思就是说 你民意机关你给我的压力 或者说你给我的决策 那我看要怎么样来进行 怎么样来实施 这个东西他是有拿捏的 因为他真的是比较懂行的 那你这些议会议员呢 那不见得那么懂 那他当然他就比较从直接的反应 他比如说人权 比如说这个中共哪里这个竞争不合理 他就直接用这种反应来行政法案 或者说来支持台湾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是觉得说拜登呢 现在刚好就卡在这个中间了 他觉得这个民意好像反中情绪很高 可是呢你这个行政机关啊 当然你也反中 可是呢你还是有一些觉得说 我们还是要合作的 所以说我们还要有一些 面子上最起码 我们还得要顾得好好的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 有些事情还可以好谈 那否则的话 你这个什么事都谈不下去的话 那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 它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负担 那所以说呢 这一招意思就是说 我邀请你 那看你来不来 那等于说让他 让这个拜登还反而陷入两难 我倒觉得说这个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 还蛮可以考虑的一个招式 当然这个还要看你比如说下个礼拜 他们两个在这个视讯上面 要怎么谈 谈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气氛还可以 我倒觉得说这一次啊 因为这个拜登啊 他们好像自己感觉到呢 这个走得太过头了 所以走得太过头的意思就是说 你给中方的压力太大了 那太大的话 他们的这个做法呢 按照我的理解呢 你走两步你也要稍微退一步 因为你最起码你这样 你也进了一步嘛 对不对 那所以可是你不能 一直强压强压强压到底 或者一路走到黑 那一路走到黑的话 那这个整个这个戏就没得唱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他要有进然后有退 然后有进再退 那所以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要看看说 我们下礼拜谈得怎么样 如果谈得还不错的话呢 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考虑的 那意思就是说 让这个拜登啊 他也来接个招 对 是不是啊 那最起码你表面上 你可以同意或者说怎么样 然后呢到时候再看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还起码是 二月份的事情 的确 当然还有时间啊 可以去铺牌 可是呢 先不急着表态 这现在目前看起来呢 也是美国的拜登总统 他目前的态度啦 那偏偏呢 也要看看其他的盟国啊 包括像欧洲啊 那这些其他的国家 都怎么想的呢 你看哦 之前其实欧洲议会 也是大声疾呼 也是在批大陆的人权问题 所以也是抵制北京东奥 可是哦 我们看到 美国的盟友像英国呢 英国的Boris Johnson 他可是不表抵制的 没有要抵制啊 因为这是运动员的事 法国呢 法国马克宏也表态了 不抵制 那当然别忘了还有像欧洲 你看这几个国家之外 还有俄罗斯啊 那俄罗斯不用讲了 连普丁都表示支持北京东奥 所以亮哥看看其他国家的态度 普丁本来会去 对普丁要去 因为上次习近平有去 是 所以咧 那这样的话 这个所谓不抵制 法国英国的意思应该是 运动员的部分不抵制 是 那政府官员会不会派人去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他还在看美国要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礼拜一 那个气氛也蛮重要的 哦 那我觉得拜登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可是美国会不会派其他官员去 这个还是有可能 可是美国的国会 抵制的压力非常大 对啊 非常的大 所以才会 你是说拜登可能不会自己本人去 道理在这里 不太可能去了 他现在民调那么低 他怎么敢得罪一面倒的国会呢 可是他们不至于去抵制运动员 可是就是说会有多少国家的元首在现场 是 因为上次习近平是特别去参加 那个俄罗斯那个索契办的那个冬奥 所以算是很给他面子 那上次事实上很多欧美国家的元首也没有去 所以 也不要期待太高啦 可是会有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官员去啦 那运动员的部分我认为不至于 是就是让运动员还是去参赛啊 这些东西都让他们照样走 可是呢 官员自己本身可能不见得就真的要去 尤其是拜登 现在是国会有人提案 直接要求政府不能够出任何的钱 是 然后说官员要去要自费 机票也不能出 对都不能出 是 有人提这个案 然后还有说企业如果要赞助要处罚 所以等于是美国有几家企业是常常赞助运动的 当然 那就有人提这种案啦 说不能够赞助 是 不然要处罚这样 好 那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美国也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派运动员参加冬奥 对啊 但运动员可以自己去吗 没有 没有 美国事上也抵制过那个俄罗斯办的 那个苏联办的奥运嘛 莫斯科奥运1984啊 然后美国 不1980啊 然后1984 苏联又抵制美国的洛杉矶奥运 曾经发生过 你来我往 对对对对 就是政治性的抵制奥运 那 大家都认为这样很糟糕啦 因为你这样就荒废了 运动员的努力嘛 对啊 人家一辈子有多少四年啊 拜托 是是 所以后来叫他就不这样玩了啦 那所以你看啊 那白 说真的 连台湾都来关注这个议题了 所以介大使 连行政院长苏贞昌 都被问到了 但问到了以后 你看看他怎么讲 密切注意国际情势目前还没决定 他应该是在等着什么 看看美国怎么做吧 这个我先帮介大使回应一下 因为我当过奥会常委 是今天还穿着这个夹克 我们的 苏贞昌最好先搞清楚 我们有多少冬奥选手 我们2018年只有四个 而且项目就是 无舵雪橇跟竞速滑冰 就只有两项 所以他最好先搞清楚 那今年的选手搞不好不到四个 我想对这些选手影响很大 这些选手花了很多钱 台湾的选手 因为台湾没有训练场地 他都花了大钱送到欧洲 美国去训练 他也就等四年一次 你让他不参加的话 我想这几个选手会很 不过苏贞昌讲这话 觉得可以辞职下台了 那就表示他没有独立判断能力 他是哪一国的蜀国啊 他一定要让他的这个 宗族国做决定 他才能决定嘛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讲这话 真的是头壳有点问题 要不然他就应该说 要做很多事情 你不要看别人怎么做 你自己就决定怎么做了嘛 可见在国际事务上 他是一个根屁虫 就是一个根屁虫 是一个小咖 俗辣 这种心态上就这样 所以什么人讲什么话 我只是听到这话 我觉得他大概只会讲这种话 不过国际上事实上的话 以美国为首啦 大家都看美国怎么做啦 那美国现在做法的话 事实上是国会几个带头 共和党就是米特洛尼 米特洛尼现在没舞台 他代表共和党 他也打不过这个 打不过这个川普 他根本不是川普的对手 而且四年以后也没他的份 米特洛尼过去是 就是没有川普出来的时候 他好像呼声很高 那他现在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舞台 他就抓个舞台 所以在那里抵制东 以这个反中 作为他刷存在感的一个舞台 那他不敢刷得太重 他只说外交制裁 什么叫外交制裁 运动员是要去的 因为他如果让运动员不去的话 他得罪很多人 那么厂商这些已经拿到转播权了 他也不敢动 他动什么人 就是说美国政府人员 不准用公费去 那不管他自己掏交包是可以去的 所以这个共和党 就是米特洛尼要提个法案 另外这个民主党就是佩洛尼 佩洛尼因为我以前提过 他以前在这个 在这个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 那个在天安门 拉起一个布条 跟他几个同僚 当场就被公安人员把他的布条扯掉 然后请他们就离开 所以他去跑到天安门出购这个事情 他就记仇很深 记到现在 所以难怪才会喊这么大声 记到八十几岁还在记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勤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讯的行业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 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